我和Michael谈谈谈大事 终于看到好像有点气息 昨天升了300点 重上20天线 科网股感觉上开始乐观一点 看到现在恒指进一步逼近10月26日 27日的列口位 即是25905至25795的列口位 相差80点左右 这一转反弹你觉得可以去到什么水平 以及其实今天是否再上升的机会 又未必是很大 我想我自己就相对乐观一点 应该有机会补到列口吧 希望你新回来 我有恒指的好仓和腾讯的好仓 主观意愿当然希望他上去 因为大家都知道 港股这一阵子或者前一阵子非常闷 大家都好像找不到炒作点子去炒 所有都是坏消息来的 但是看到近这一两天 似乎有点好转 尤其是昨天就是中美元首会面之后 事件肯炒 而且你会发现消息突然间又回来了 好像原来又传这个游戏版号 我们的游戏版号又好像伏批了 最重要是好的消息出来 然后市场也肯走 我觉得也是有一个配合 所以今转看看有没有机会 上升2万6000的位置 或者先补一下裂口 当然你说是否这么容易 好像腾讯那样 昨天真的有这么好的消息炒上去 你发现一冲到上去510也未到 那些沽盘现在慢慢回落 因为上面实际上太多的下货了 所以变成了 你说是否这么容易 一举突破呢 就难一些 但是我想要末几天再破 我觉得是有机会的 所以大家要给一点点耐性 是 也要留意着 你觉得现在那个 你是觉得整体乐观 因为我都见到你做好仓 还是都要健步行步呢 其实 我想健步行步 因为始终我自己 说真的昨天才开好仓 昨天才开的 昨天才开的 其实也不是说 早两天很聪明那些 就是见到有势才会冲 那些 变成了也是小注 就是Hit and Run的策略 始终是港股大家明白的 他始终都蛮有性格 最怕是什么呢 就是突然间有些坏消息出来 又一跌下来 不过暂时排面看的 就是好消息为主 刚才说了 就是中美或者 游戏版号审批那样东西 还有 昨晚你见到 就是四条九 网易出现业绩之后 他都有提到 他可以分拆那个业务上市 就是网易的云 就是你感觉上面 给你分拆 是不是又是 好像又有一些松的味道 不是之前又说要监管 又要抓又要打那些 就是希望那个氛围 而且始终现在十一月中 去到底了 我想又是有些 就是大家自我憧憬 那个window dressing 那样东西 看看可不可以借这个势 就再夹多一转 嗯